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Ms.Tam 来自岭南中学 任教初中英文科 我的翻转课堂 会请同学先看一条我选的YouTube片 可能是关于英文文法的部分 会请他们看一些简单的介绍 在短片中我会尽量选一些动画比较多的元素 还有蝙蝠不是太长的 然后他们看完之后 会做一个Google Form的简短练习 回到学校听讲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解释同学的学习难点 在Google Form上有什么答对得特别低的问题 我们会拿出来重点讲解一下 然后我们就会进行课堂活动或者游戏 可能有些竞赛性质 然后再布置加课 让他们可以巩固知识 实行反转教学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 同学都未熟悉这个新方法 要他们要预习了 然后才回来听讲 而不是说好像从前那样 只是被动地 一个白纸回来听就是了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挑战 叫他们要看YouTube 做Google Form 很多同学一开始的时候 假扮不知道 我没有看Google Classroom 我不知道有计划 那就算了 但我就会在我预计了 那一堂要教的东西之前 可能我的结局设定了一两天 然后就跟他们说 结局了 拿一张欠功课纸出来吓他 你不做的话 网上功课也是功课 都会是寄欠功课的记录 之后又会造成缺点 那就吓他了 实行了一两次之后 开始同学 就算是能力比较弱的同学 他都会看到 原来玩这些活动 我积极参与 可能有饼子吃 可能都会有些奖励 对于低年班的学生来说 直接给一些零食 他们就会很开心 大家都积极了很多 慢慢去培养他们 这个学习动机 反而是弱的同学 都愿意去尝试看了YouTube 自己学了一次 然后回来 可能会试试回答问题 未到很踊跃 但是完全不回答的人 都愿意回答一两嘴 那我都觉得是有一个小进步 其实很欣赏回转教学 有这么大的专家团队 以及一些admin的同事 是有各样的支援给我们 比如说有专家团队 有Dr.C来跟我们观课 给回无论是在学术上 英文的一些知识上的交流 或者是教学法上的一些意见 其实对于我来说 都很有启发的 除了看学生的feedback 去修改我的教学方法之外 专家团队也是给了一些意见 是对我来说非常之有用的 另外就是想赞一下 工作坊那方面 其实在一开始 学期头 甚至未开学八月底的时候 其实计划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坊 包括是一些IT技能的 可能是怎样拍片剪片 或者是如果想自己做animation的话 有些什么线上的 一些便宜一些 甚至是免费的一些网页 可以试一下自己剪片 对于我们去制作教材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帮助 因为其实教学的工作都很忙 如果开了学之后 其实未必有那么多时间 去钻研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因为你们有工作坊去提供 所以我们都可以 不用自己盲钟钟地找 我都可以知道有很多適用的软件 可以试一下多些 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较有趣生动的课堂 另外早前我都参加了一些工作坊 就是关于其他学校的老师 可能他们实行回转教学 已经是比较有心得的 他们一些分享会 都有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是令我改进了 我就会发现原来不是只是这么死板 一味我问你答 我们做Cahoo 做Google Form就行 有时其实如果一些 譬如说Writing那些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一点的Project 去令到同学有一些group work 有更多的参与 他们自己去brainstorm一些idea出来 他们其实那个投入感会更加高 还有可以给他们 不只是死板地在操练一些集题 而是给他们有天马行空的想法 他们好像会更加开心 课堂的笑声都增加了 从而令到他们对于这一科的兴趣 也都增加了 翻全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主学习 学生其实是有自学的过程 他们的投入感会更高 参与度会更高 而学习成果其实都是会有所得益的 在我们准备备课的过程中 虽然是会多了很多东西要做 但我们做的东西都是帮助老师自己的发展 令到我们与时并进 贴合学生的生活 为他们的课业制定更加适切的教材 所以是非常推荐各位老师 去试一试翻转教学这个新方法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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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